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今天要和各位讲青年治病 我们不以为老年人比较容易生病 青年人比较很少生病 其实老年人生病是身体上衰老了 有一种自然的病相 可是青年人的病不是身体上 是行为上的 是愚言上的 是性格上的 是心理上的病 青年治病有什么病呢? 第一个是不耐烦而无痕 就是做什么事情呢? 他不耐烦 他不耐烦而没有狠行 第二呢,不落实而幻想 他不叫他是弟 好高乌云 这个妄想峰飞 他幻想啊,讲来怎么怎么 不去设计 第三呢,不回头而任性 他不懂得,凡事啊,警惨顾厚啊 不要太内心 做认出事要懂得准事 要懂得回头 第四呢,不认出我这种 人非圣行,宋能无故嘛 知出要改 你不认出,不改故就没有进步 自作就没有进步 第五啊,不作义而无形 凡事一切事啊,他不介意 你讲的好话,他不流行听 你做的好事,他不流行看 凡事一切呢,好像漫不经形呢 第六啊,不立愿而无知 青年人,都不发心 不立志,不发愿 不想讲的是我做一个圣贤 我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要对人有贡献 第七啊,不行辞而知识 就是他 对人呢,不将就慈悲 不将就由爱 知识 第八个,不求生而肤浅 凡事多俗了,错事了 都不求生生的饮酒 平凡肤浅 所谓青年的毛病 这个八点一,不难反而无恒 二,不落实而幻想 三,不回头而任性 四,不认处而振造 五,不作义而无形 六,不利愿而无知 七,不行辞而知识 八,不求生而扶勤 希望青年朋友们 把这个病人可以治好 Rimax Realtron 地产 Tony Line 帮您最短时间买卖到最好价钱 最少麻烦愿意聆听 荣获Rimax Realtron 地产 白金地产会大奖 Tony Line 是您地产的Super Guide 拜拜